疫情当前,由于行动管制令的关系,导致人类接触电子产品的频率大大提高,无论男女老上、学生、上班族甚至是家庭主妇,大部分的时间包括临睡之前都离不开电子产品。 根据多方面的调查报告指出,马来西亚人平均每天使用电子产品的时间高达14个小时,而电子产品所产生的蓝光,除了会让眼睛干涩、流眼泪和疲惫之外,还会有哪些伤害呢? 让我们来听听视网膜眼科专家吴哲东医生怎么说。 过度使用电子产品,我们可以从三大方面来看,过度使用电子产品就会造成数码疲劳症。 数码疲劳症就是当我们用电子产品的时候,在光线不足的地方用,或者我们做的知识不对。 还有就是如果电子产品它的光线带强,也会造成我们眼睛的不舒服。 其二就是对小孩子来讲,可能他的近视会增加。 最后就是我们担心里面会有蓝光出现,蓝光在我们的眼睛里面会造成长期的伤害,我们会担心它会造成缓斑病变。 对成年人来讲,通常如果有头痛啊,或者视力模糊啊,眼睛干啊,或者流眼泪那些。 但小孩子有时候他们不大会告诉我们他们的症状,我们就需要大人们去观察,比如说他们一直流眼泪啊,或者眼睛红。 时常流眼睛。最重要还有一个就是,如果小孩子们他们斜着一边眼睛看,那些也是不好的症状,可能是他们其中一边眼睛会有问题。 最后就是,我们可以用一个Amser chart。这个Amser chart呢就是说,当我们看这个黑点的时候啊,观众们可以用一边眼睛盖起来,用手盖着一边眼睛,看这个黑点哦,如果看这个黑点呢,那个线会直就没有问题。 看这个黑点,如果那个线会歪啊,比如说像这样的情况,就代表说他眼睛里面的视网膜可能有问题,就要立刻去看医生。 比如说是成年人,如果他们有数码疲劳症,如果没有去看医生,他们会不能够长时间使用数码电子产品啦,他们的工作效率可能会减低。 对小朋友来讲,可能他们学习啊,因为现在在这个疫情之后,大多数人都在家里用数码产品学习,他们的学习率都会降低。 还有就是说,对小朋友来说,如果他们有近视加深,如果没有发觉,可能他们会造成懒惰眼。 懒惰眼是一个比较严重的情况,就是如果没有趁早治疗,他们可能一生人就会有懒惰眼。 当我们用数码产品的时候,我们不要用太久,很多人就问,到底可以用多久? 我们就有一个叫2020 rule,就是说,当你用20分钟,过后就要休息20秒,闭起眼睛,或者把眼睛看去20尺以外的东西。 这样的话,就能够帮助防止眼睛疲劳。 下红素是一个很特别的成分,因为这个下红素在我们的眼睛里面,它会帮助到我们的结状体。 什么是结状体?结状体就是帮助我们把我们的眼睛里面的天然镜体聚焦。 当我们看远的时候,我们的结状体是放松的。 当我们要看近的东西的时候,结状体都要收紧。 所以这个下红素特别的情况就是,它能够帮助到我们的结状体,让它比较强壮。 所以每天在用这些结状体的时候,就不会感觉到疲劳。 近视增加,它的原因也是因为这个结状体的构造。 所以当这个下红素能够帮助到结状体,也能够帮助到小朋友们,他们的近视不会一直在增加。 还有一个下红素很大的功用就是,它能够抗氧。 如果我们有蓝光进到我们眼睛,很大部分的蓝光都会聚焦在我们的视网膜。 它会在那边造成自由基。 所以这个下红素能够消除掉这些自由基。 如果有蓝光进到我们眼睛,下红素也能够抵消掉它的不好的功用。 我们的视网膜就会比较健康。 最后我要讲的就是说,我们吸取的下红素最好是要天然的。 因为如果是人工的下红素,它抗氧的功用其实没有这样高。 眼睛是最容易受到外来细菌入侵的器官。 同时也是我们的灵魂之疮。 天然的虾红素才能够真正为健康带来好处。 保护双眼要趁早,要选当然就选最顶级的虾红素。 极客登陆相关网站了解更多产品介绍。